夜市摄影机拍下四只可爱的草枭宝宝正在练习拍制 才隔了一个多礼拜就拍到草枭宝宝已经有短距离飞行的能力 还站上围网探索周遭 短短的草枭成长记录 让保育人员和相关单位相当振奋 110以及112年分别各发现了一草的四只的雏鸟 那这次218号在经过两年的在外闯荡之后 再次回到了叙事所 并成为了妈妈 那也繁殖成功 2021年年底台南市新化续产线索的牧草区草丛 发现了四只草枭宝宝 叙事所马上停止作业 而且通报相关单位 首创以为网的方式来保护草枭的草区 没想到2023年年底又发现有草枭妈妈在孵育 而且更令人惊喜的是 正是两年前离草的草枭重返这个草区孕育下一代 找到之后就架设这个隔离区域 然后保护他们一直到他们那个长大离草 那在离草之前我们都有做标记有做缴 草枭主要的分布在嘉南和高平丘陵平原一带 但因为土地开发草生栖地的维持相当不容易 属于相对不稳定的栖地类型 还好新化叙事所因为种植大面积的牧草地 还有固定整理也因此成为草枭稳定出现的栖地 如今草枭保育已经获得共识 这次草枭的育除离草又回到原地繁衍 让参与保育的人员格外兴奋 林业署未来也会持续透过国土绿网 跨单位的公司协力 希望能维护营造更多适合草枭生长的环境 明星中博林俊敏台南市报道